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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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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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服了杨鹏 非常轻松 非常轻松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在首回合1分06秒时 蓝方选手降服获胜 有请班奖嘉宾 烟台银服商贸 黑水传媒公司董事长张文晨 以及烟台文远集团 董事长来中中华武校烟台 校友会会长 您是从本次大赛 竞拍门票最高拍卖 11万元的纪录的下园 为获胜者颁请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 61公斤级的比赛 中国小伙儿细维 2015年赢得过 菲律宾MMA锦标赛的冠军 抱了一个单腿 在面对菲律宾汉将杰森时 谢维表现得相当积极 全场都占据优势 中国小伙儿能否把优势 转化为胜利呢 王哲冠军赛 稍后为您揭晓 网上观看本节目 就在旅游网市 先进海岸 魅力烟台 这里是王者冠军赛 云峰对决 烟台战的比赛现场 进入到今天晚上 王者冠军赛 云峰对决 第二场 61公斤级的比赛 首先有请蓝方选手 出品的比赛 我们选一首年龄二十五身高一米七零 曾经的战绩是九战六战 然后欢迎来自菲律宾的挑战者 杰森 洪方群手年龄二十一身高一米六九 曾经的战绩是八战六胜以此KO对手 曾经获得过2015年菲律宾MV的锦标赛冠军 然后欢迎来自中国的猎人谢维 有请 各位观众朋友您好 在下张泰海 欢迎各位收看王者冠军赛云峰对决 烟台战的比赛 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是朱瑞琪老师 朱老师好 朱博言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是一场61公斤级 MMA规则的契约战 蓝方选手是来自菲律宾的杰森 红方选手是谢维 这个为什么给大家刚介绍 说这场比赛是契约战呢 就契约战是无头衔 所以其实这两场比赛 红蓝方之间不存在 谁是挑战者 谁是被人的说法 就是两人商定一个级别 可以是有既定级别 也可以是约定这个体重级别 所以不存在 谁是挑战者的说法 对 所以双方谁打赢了 最终谁就胜防了 对 单场超级赛 所以现在这个MMA这个项目呢 你就是这种跳来跳去 绝对不是他们的一个精神 所以还是要发挥自己特长 比如说要地面特长呢 你就想办法是摔倒对方 你要是站立色的 打你就多打进攻 全腿都并用 现在双方可能运动员都是在撕探 因为都不了解嘛 谢维这个小伙子之前 在云峰队形雷台上出现过 表现不错 对 但是不是和这个对手打 对 所以都不太熟悉对方 而且谢维的教练呢 是刘金文也是中国最少练MMA的运动员 所以谢维这个现在从目前来说 还是所谓的这个 这个 姿态性的 没有很好地发挥自己的 而且朱老师您看啊 这个杰森啊 是正价反价都可以 不停在变价 对 而且看看他打了几个变腿挺重的 是的 所以现在这个 这个 看了这个 你看他这中段扫梯 谢维这个小伙子应该是一个 战力打击不错的选手 对 但是他很全面了 你看首先从短裤来说是 一个著名的泰国泰拳品牌 做的一个延伸的一个MMA的 一个短裤 包括他整个的打法 他的战力基础是很不错的 所以现在从目前来说 他是还是逼着对方打 对 追着对方打 再往前压 压的 但是压边压还要打 你不能老于压不动手啊 不动手不动腿不行的 打 这个这样的才有你的优势体现 你看我们看现在看 这个谢维更多 还是占据在这个 龙子的中央 对 而相对来说杰森呢 就靠着龙臂就不要近了 对对对 这就说明这个谁主动啊 或者谁更往后退 这就是两个人很明显的一个态势 对 所以这个 这种搏击项目啊 你就是老追的 对方你老退的 那个退的肯定从气氛上来说 都胜不过的对方 是的 所以呢你就是 不管是退的好 追的好 追的人不打不行 退的人也要打 这样的话叫反击 对了你看这个腿 不错哦 这个杰森你看 在不停地往后退 不停地往后退的时候 找到合适的机会 忽然出非常冷的这一脚 一下突然就变腿 这也是一种战术意图 对对 所以他的速度很快 是打你一个防不胜防的那种特点 对 并且他单击啊 打得挺准的 对 所以从目前来说呢 这个对我们那个谢维呢 这还要加强一些杀伤力 打了他对方不敢反击 追的打 这个杰森呢 看来也是一个挺有经验的一名 但是一般不出手 谢维刚刚是做了一个谈到的双飞动作 就是看得出来还是很松弛啊 对 嗯 谢维相对来说 比前一场出场这两个选手啊 就看得出来就松弛多了 对对对 从从这个心理上来说 好像他还是比较更加沉着冷静一点 这个杰森呢 现在看来他也会考虑 所以第一个是不是体力也有一定局限性 他不敢过分的那种体力 对老师这种打反击 这个这个谢维啊 现在第一回合像刚刚朱老师您说的啊 往前压的是有了 对 打击还不够 打击不够 那么或许他就是想把打击 搁在第二回合第三回合 嗯 所以啊他双方啊 现在就是看看 谁到底有什么优点 现在还是属于不敢 不敢传立一副 这个杰森 打击不敢传立一副 打击不敢传立一副 这个谢维啊一定要多杀伤力 把肚子给打开 你看一开局这个本能啊 对 哎 杰森还是往后退啊 对 你没有这个杀伤力 对这个这个这个谢维来说 没有威胁力不行 对啊 哎 哎 杰森还是打心理战啊 哎 小心啊 哦 杰森很聪明啊 刚刚这几个反击抓得不错 他他抓住你一个 给你一个假象 没事没事没事 你再来 哎 在这当中他自己找着准备了 所以我们这个谢维不能上个档 哎 从杰森来说这个打出来 虽然他打得少 但是打了一个这个身力度 力度也好 这个打的准确度也好 还是有他的特长 对 他不停在往后退 并且他其实有进攻的能力 对 所以当他往后退的时候 一定有他退的目的 我这觉得他可能是体力的问题 哎 他的体力可能是 你感觉到要三局打下来 还要保持到后面的体力 所以他不敢猛猛打 但是他也要在寻找机会 打一种尽量打得一个效果更好的招法 现在谢维现在 对 这连招啊 你不能一下一下地打 一下一下打 这个对方都不害怕你的 这个杰森啊 也太谨慎了 但其实你看 他进攻的动作 对 进攻的质量都很高的 对对 他是比较谨慎的可能就是因为 第一个呢 他有他的顾虑的地方 我呢觉得他是可能 从体力消耗上 是有点保守 现在这个 这个谢维呢 想办法要摔倒对他 但是他对方靠着这个围 抱着一个单腿 对摔倒 小心啊 对方要做一个肩关节的锁 小心小心 要转出来转出来 没了没了 没事 还是有 非常 不要紧 这个对 这个横过来 把真实把它横过来 就打他打他这个后背 对 打他后背 这个时候千万不用掉以轻心啊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 杰森的地面能力到底怎样 对 所以说这个 还是很吓人的 因为在场上啊 电光火势之间啊 从在这个杰森这个角度 就抱住这个 他以为这样抱住一个胳膊 是不太容易拿死的 除非你反过来 对 你这样的话呢 他就把他抱住最多 结尾不能打你 最多是这个 但是想拿死是很难的 对 用膝盖也可以 对 哦 开了 这扣开了 对 所以呢 现在可以 谢维呢 可以用一些胳膊 走过 人家压住他的那个 那个头部 对 这样的话再争出来 当然杰森现在是 努力啊 做了一个封闭式的防守 对 双腿式大扣 这样呢 相对来说 谢维的运动空间 这个比较少 对 现在这个 这个 结尾 这个 杰森呢 杰森呢 现在地面战术 也不是他的特长 哦 由南北转起来 快起来 看来我们看了这个 这个杰森呢 他地面战术不是特长 所以他也没办法把那个 谢维拿住 对 所以现在谢维呢 从地面也好 战力都还不错 但是呢 但是呢 要不能不打了 你现在 这个杰森这个杰森这个拳手属于那种场上比较爱表现的 对 但是从杰森这角度还是有一种很老道的这么一个一个特点 他不轻易地出手 但是这种要碰到一个猛冲猛打的话他就他就没辙了 对 他体力可能不行了 所以现在这个这个对谢维要要要发挥你这个体力好 对 谢维这个小伙子虽然也是在往前压但也是比较谨慎 没错 小心翼翼的 打他 打呀 你别呢 对有时候别管他 他耍他 对 他耍他的 你让他耍的 对 你就管他耍他干嘛呢 你让他耍的 你要反击的时间要没抓住 你他打你你老是在后退不行 对 对 对 好 这还是 还有十秒 你这还不打 还在跳 你给我过去了 没用了 好 跳就打了 好 跳就打了 是 好 好 第三球开始了 现在这个对这个谢维乐说 第一个不能再保守了 一定就强打强攻 他的教练 刘建文提醒的 一定要压进去 很打 对 因为他现在这个 这个杰森呢 他用重拳重腿呢 想杀伤力 来对付 那么对这个谢威呢 要猛打 这个提高 这个进攻有效的频率 这样的话 这以气势压倒他 才行的 不能老的不打不行 对 好的 这追着打 这个其实这个杰森啊 确实是一个 经验很丰富 你看啊 他知道谢威要 前压打拳的时候 很顺利的 从自己的左侧就转过来 对对对 很聪明 所以他散督的能力很强 对 一个散督能力 对狙击的控制 对 特别有感觉 第二个对过攻防啊 特别是这个防守的 能力也是比较强的 他一般来说的 防得好 对了 追啊 这个时候就 没没没 没在起腿 夏威还要继续打 对 你老是打烟 不要吃上回合的亏 不要管这个 没有 对方爱怎样怎样 你打你的 对 对 对 这些有的选手啊 会利用这个 其实要一些个体力的恢复 所以现在这个有一定的规则是可以允许一定的调整 他累了他累了 有立体式的 对了 中段也不错 对 往前进 往前进 继续往前进 连续打 连续打 对 再打呀 有腿再加上拳呢 不能光是一锤子买卖不行的 对 打 对 全都跟上来 好的 起来 压住他 对了 压在上面 有 两个人南北的位置这是 对 好 起膝 做圈镜 对 锁头锁 将会想办法 做一个站立断头台 对 手还是没有完全进去 没有完全两个手进不去 没有完全两个手进不去 他要一个手很难的 对 哎 这一阵子的话 这个 谢维还是有点这个优势 所以呢 在这个叫阿波那放松再打了啊 没多长时间了 别再等了 他老是靠到这个边上 你不追他打不行了这个谢维 鸡不可思 时不再来呀 哎 哎 哎 这个 这个 这个打呀 他对方的体力很 很不行了 你这个四位 还不打对 这后手有 你看就没有 但还应该继续打 为什么自己撤出来呢 没有连招 你就大招打了一下 你就撤出来 你看看 打完一招就撤出来 打完一招就撤出来 哎呀 这是在这种搏击对开项目 看起膝盖 起膝盖 对了 现在打后排 打后排 现在打后排 嗯 谢维还是在训练上啊 有一些个短板 就在打 连续输出力 就没 你看看 他还撤出主动 自己撤出来了 撤出来了 你这 这是给人家创造了一种调整的机会了 没多长时间了 哎呦 这 对了 打拳了 来继续 继续做 哎呀 就招单招 就这种单招 你这就不行 对 现在 现在这个 对于 杰森呢 也有 只有 只有招架之功了 所以你就不抓住时间 打 哎呀 这个 这个运动员 这个脑子就很重要 到了什么时候 用什么战术 这个打 看着对方是什么特点 对 对 你看 那反击又没有 对 就是 现在我发现现在这个 对方的反应啊 现在明显的 已经变化了好多 对 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对方只要招架之功 没有还手之力的 你还不连击 对 你还在一定要连击 起膝盖 哎呀 对了 这种这个行为 一定要动脑子打了 这个连招 你的体力比他好 你的招法现在这个时候 已经你要退出来 哇 这个 这一点来说 这个不看 你看行为不行了 你看 哎 这个 这个 这个最不好 不需要 不欢迎这种战术 在这 中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